哈囉大家好我是年A 歡迎來到三分鐘學攝影 今天要來聊了構圖裡面的前景還有後景或叫做背景 一個可以讓你的照片更豐富的元素 就是當你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覺得你的照片看起來有點太平面了 就是可能少了一點深度一點立體感的話 可以適當加一點前景 讓你的照片看起來就是更有層次更豐富 前景大部分就是會找就是跟你的拍攝的物體是有相關的東西 就是可以讓你的這個照片的故事性更完整 就是前後相互印 而且啊前景嘛它是加在你物體的前面 它可以讓你的照片看起來更有3D立體那種感覺 有多了一點眾生感 好前面講這些到底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來看照片 好大家看到這個照片 就可以看到的是一個爺爺帶著一個順子去散步 還有一個祖春晴 乍看之下好像還可以 但是有沒有感覺到缺少一點什麼 好這就是我沒有加入前景的時候 看起來都很OK 只是他們到底在看什麼 好那接著如果我加入前景之後 我們換下一張 我們加入前景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前面有很多鴿子 他們是在跟鴿子一起玩 可能餵他們啊 餵他們吃啊在看啊這樣子 讓你整張照片裡面多一點趣味還有故事性 對不對 好再來換下一個情境 這張照片是在等紅綠燈的一群人 除了等紅綠燈以外有沒有看到照片右邊 是一個橫向正在行駛的機車 這就是我的全景 可以讓大家看得出來啊 這是一個實質路口 等紅綠燈的人 還有這台正在騎的機車 他們是有關係的 一邊在行進 所以另外一邊正在停紅綠燈 就是有一種也是相呼應的感覺 假如說我照片裡面沒有這個正在騎車的前景 變成這樣 欸 感覺還是可以 但是 你就會感覺 好像真的比起前面一張照片 少了一天什麼東西在裡面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前景 它可以讓你的故事啊 更有趣味性更完整 而且它還可以讓你的照片 都有一種一前一後的眾生感 好 接著我們來講後景 也就說背景 其實顧名思義背景嘛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來交代 欸 我們這個主體 它是在哪裡 還有去營造整個照片的氛圍 讓我們主體可以更加的 凸顯出來 加強整張照片的一個美感 好 那我們也直接來看照片 像這張照片啊 我主要拍的是 中間這一朵粉紅色的花 可是大部分的人啊 在拍這種長在樹上的花的時候 都是欸 這樣 遊戲要往上拍拍拍 所以背景大部分都會是天空 可是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遠遠的 有一棟古色古香的 中式那種傳統建築物 我就喬了一個角度 把這個花放在中間 然後把整個 我中式建築物的屋頂 放在後面當背景 讓大家可以覺得說 欸 這種花 它不只一朵花 它多了一點 古色古香的味道在裡面 這個氛圍 整個韻味 欸 就出來了 你品 你細品 那今天分享的前景還有後景呢 大家以後拍照的時候 可以試看看 幫助你的照片更豐富 還有多了一些趣味性在裡面 OK 下支影片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聊 攝影非常重要的 曝光三元素 快門 光吹 還有 ISO 所以我們下次呢 先從快門開始 好 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我們下支快門影片喔 我是年燕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